法國隊就以1比0贏了巴西 其實看到那些三波埋門就比較一般 我們選擇了兩個ZP死球戰術給大家看看 在上半場的33分鐘 斯丹這個攻勢 當時那波就位到後處的位置 而那波到了空中的時間 看到兩個藍色圓圈的球員 分別就是亨利和列貝利 當時兩個球員都只是站在那裡 只有紅色圓圈這一位 韋拉 就有動作走入小禁區的位置迎接來球 當時的足球就在空中 而盃香龍門那一位就是白色圓圈這一位 就是杜林 當時如果杜林拿球下來背著龍門應該做不到什麼 他只可以選擇第一時間把球鑽進黃色陰影的位置 當他鑽進球的時候 就只有韋拉過去 亨利就只是在中間站在那裡看 結果這球球就被組安很輕易地瓦解 這球球看到法國隊都是靠一些死球戰術 才在上半場有一些比較埋門質素好一點的埋門 下半場這球球入球 我們真的要多謝巴西的一個球員 我們馬上看看 這球球我們值得留意的就是鏡頭底 你插著腰彎下我身的紅色圓圈那位球員 那當時他應該就是抹著白色圓圈那位亨利 就是入球功臣 劉拔陶卡路士來的 對啦 看到啦 當時他跟白色圓圈的亨利的位置就相距有三米 他當時的動作依然是插著腰的 彎下腰的動作 完全沒有跟人 亨利就很輕易 所以我們在圓圓白色的路線走過去 踢入球了 再留意了 那他依然一直都是 抹著腰彎站在那裡 完全沒有跟著亨利 那這球球我們覺得 真的要多謝巴西的卡路士 完全沒有跟著人 只是抹著腰彎 沒有抹著人 那我不知道三位覺得這球球 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呢